兵点到哈利王子和哥哥威廉之间的互动 葬礼之后兄弟两个人自然交谈 化解不和的传闻 至于女王在仪式中孤独的坐在一角的身影 则是让很多人感到不舍 菲利普新王的葬礼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 因为疫情的关系只有30人参加 其中最注目的就是哈利王子和哥哥威廉的互动 在送葬的行列中两人并排而行 这是哈利与皇室关系陷入冰点之后 兄弟两人第一次的聚首 因此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葬礼结束之后 媒体捕捉到哈利与威廉还有凯特三人在一起的画面 看得出哈利是对着凯特说话 凯特不时点头 后来三个人还一起步行 可以看到威廉对着哈利说话 神情非常自然 稍微化解了两人不合的传闻 而为了表达对女王的敬意 凯特王妃刻意选了女王送给她的珍珠项链与耳环 至于女王则是乘车前往教堂 在路途中被拍到似乎是因悲伤事累 由于防疫的措施 在桑礼的仪式中 她戴着黑色的口罩独坐在一角 时而望着灵鹫 那个孤独的身影 让许多人看了心中非常的不舍 桑礼历史50分钟简单而荣重 因为疫情因过民众无法亲眼送别 但是用自己的方式向亲王致意 对于哈利终于有机会和皇室破冰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许多民众无法想象 日后女王身旁再也不会有费利普那高大忠贞的身影 记者综合报导